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收看《赞美花园》 我是明勋 今日为大家介绍的乐曲 是由天韵诗班发行的诗歌 《生命中的云彩》 这首诗歌由叶维新作词 王丽玲普曲 歌词内容述说的时代背景来自《明述记》第九章十五到十七节 叙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旅程 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 就是法贵的帐幕 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旗上 形状如火 尝试这样 云彩遮盖帐幕 夜间形状如火 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盈 另一处则是在《生命记》 第八章二到四节记载着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另外 《生命记》第29章5到6节 也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这要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这些是圣经记载在三千多年前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 诗歌《生命中的云彩》 以一个阅听者的角度述说这段历史当中 以色列百姓经历神的带领奇妙可畏 因而反思自己 生命需要由神引导 如同神以云彩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生命中的云彩领路 走在神的同在里 在神的同在中享有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 当我们抬头仰望 今日云彩依旧 是神信实可靠的记载 让我们紧紧跟随在神的同在里 会是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们一同来领赏 由彼得牧区献诗所唱的《生命中的云彩》 《生命中的云彩》 《生命中的云彩》 幸属心如今生不! 和彼得牧区献诗所唱的《生命中的云彩》 《生命中的云彩》 也就在荒野望了 天空手 UT 天空手 天空中 天空手 天空夜 天空拂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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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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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